好,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 繼續和大家討論 10月1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Q一張過 和大家買兩隻馬匹 而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是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是我們的三班 草里斯加三蘭1200米的賽事 金牆馬上只有10匹馬 馬亦說不多 不過,金牆馬雖然不多 但是跑近的馬也算是多 就像這些1號的同樣美麗 這匹馬最近跑第3 叫做入到架,成績不錯 再數就是這些2號的川甲鷹 最近都跑第2、第3 還有這些5號的龍之心 他最近都跑第1、第4、第2 其實成績都叫做不錯 這場這麼多有實力的馬 最近有近跡的馬 到底我們會不會買他們呢 先和大家離隊看看 這隻同樣美麗 這次買不買呢 其實我認為這隻同樣美麗 最近那些第3都不差 最近他在9月10號 跑那些沙田祖的1200米3賽事 其實他這些第3是說跑得不錯 這隻馬也是一隻有實力的馬 不過這次我有一件事 不是說這麼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他排在9檔 這次他在沙田跑1200 排在9檔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相對來說 比較難跑一點 因為他上次就排在1檔 1檔變9檔 這次的檔位裂了 還要搧個頂磅 是裂檔加頂磅 這件事很難頂 所以搞到我對於這隻馬 其實就是有個卻步 這次都沒有選到那隻同樣美麗 另外去到這跑第2第3的川甲鷹 這隻馬又好不好呢 其實我認為這隻馬 最近的表現都是說不差的 真的不差的 只不過如果你真的有認真 看回這隻馬 那個賽職表現的話 其實他一路贏來贏去 都是說贏那些跑馬地 草地1200米的賽事 之前他在沙田都是說贏不到的 這次突然之間又再轉戰回沙田 那會不會其實成績又沒有那麼好呢 會不會他又是說 再等他跑馬地才發威呢 其實我覺得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這隻馬真的跑谷草是特別好的 贏就是贏在谷草 所以這次他到底出不出擊呢 我覺得真的要再想一想 除非你知道他肯定出擊 否則的話 我覺得這些馬真的要想一想 去到這隻5號的龍之心 龍之心這匹馬就強了 很明顯 最近跑第四 之後上季跑的沙田草 那些千二三班 都是跑第一的 這隻馬就是說會跑 適合跑 他就是說贏過 接下來同場再出的那隻會贏 會贏之前跑第六 接下來會再出三號馬匹 是說曾經輸過給龍之心的 是不夠他跑的 所以二馬律馬看起來 這隻龍之心 照計都是說要懲告 這次還要搭著三檔漂亮的 來跑 配合何宅堯上去 整個配搭是很好 非常好的 整個配搭 整體條件是極佳的 何宅堯有騎過他 你看看 何宅堯之前騎他 是跑第二 何宅堯肯定是會騎這隻馬的 熟這隻馬 所以這些馬 表面條件這麼好 我相信很多人會買下去 何宅堯答 呂建威這對騎鏈 很多人會買 不過 其實這次 我們就說 連這隻馬都沒有買到 真的 這些馬 我們這次是沒有買的 為什麼不是他呢 第一件事就是怕他做熱門 做熱門 我覺得他不是那麼穩陣 其次就是 我認為今場馬有些馬 比他們更值得來搏 不是說 最近賽職好就贏了 你買馬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今場馬 其實我是想搏爛 試一試其他馬 至於會搏到的馬 是哪一隻呢 這次會搏到的馬匹 原來就是 正正輸了給龍之心的馬 最近正正輸了給龍之心的馬 只是說這隻三號的色贏 這次我們會買到這隻色贏 第一次會選到的馬匹 為什麼會選他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色贏 過賽職 這筆色贏 其實最近很水皮 跑得很差 三年早的123班 跑過第六回來的 這個第六剛剛說過 他輸給龍之心的 但是為什麼這次仍然會買他呢 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隻馬 打一個原因 打一個主要原因 有幾個主要原因 打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隻馬換了入 你看看 這次他不再用 誰呢 不再用星仔 換了中逸禮相 換中逸禮相 這隻馬就有利益 這隻馬就對 因為中逸禮相 現在減7磅 你計算一下磅位 132-7磅 即是幾乎 132-7磅 一百二十幾磅 一百二十五磅 離隊和你跑 即是說 很輕磅的磅位 這麼輕磅有什麼出數 上次龍之心 其實贏他 為什麼贏他 他是什麼輕磅 一一九磅 你會贏 你會贏 一三五頂磅 一三五這麼重磅 最後放不到 很合理 是不是 因為你和龍之心 相距多少磅 你又計算一下 是不是 其實已經相差十六磅 相差十六磅 你適贏肯定是底 但是接下來這場 因為他能夠借助 中逸禮的減7磅 只要背著一二五的話 那磅位就好多了 一二五磅 和龍之心 是說 一二六磅 即是說 相距一磅 今次這隻適贏 還要輕回龍之心一磅 上次重別人十六磅 今次輕人一磅 你兩場合起來 是相距多少 十七磅 喂 是十七磅的差距 大家要記得 是不是 十七磅的差距 喂 你說 反勝翻人 有什麼這麼奇怪 你會贏 十七磅的差距 這些馬還要擺頭走 擺頭走的馬 中逸禮肯定會騎 肯定會跑 肯定適合跑 沒有啦 喂 因為會贏這隻馬 其實 曾經 贏馬拍檔 都是他 喂 曾經的贏馬拍檔 都是他 中逸禮 中逸禮 其實這隻馬跑 沙田祖地千二三磅 是贏的 是贏得到的 未來跑相同路程 班子和場地 是不是 沙田 三磅草地千二米 再踏他上去呢 我覺得這隻馬絕對有望 還要排著四檔 靈檔 肯定好好跑 貼著條欄 省小回來 一放到底 絕對有可能的 是吧 更何況今次呢 你看回他的操練 這隻馬的操練 今次是特別了一點 他是說 上了重化 來做操練 才再出來 跟你跑 那 已經不同了 想重化了 之前是沒有的 之前是沒有上重化 很久都沒有上過重化 今次是上重化 粗足 才跟你跑 他是粗足 搭中逆禮 排名檔 整個配搭 好很多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就想選這隻 三號的適贏 來試試看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是哪隻呢 第二隻會選到的 其實就想試試看 這隻七號的 標之銀河 來買 他是一隻新馬來的 新馬來的 沒跑過 一次都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標之銀河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看到這隻馬 其實他的血統不錯 是一隻血統不錯的馬 再加上看他在外地 在澳洲跑的時候 那場1100米的賽事 表現不差 這隻馬是 在外地 跑1100米 表現不差的馬匹 當時他能夠 跑到那隻一 回來的 是一個 不錯的成績 還要再加上 都看到這隻標之銀河 其實由他來香港 他是自購馬來的 他來香港之後 都說被田太安拉了上手 一早在上季 7月6日 田太安已經拉了上手 捉實來對操 不斷地說 由他自己 親操這隻馬 親事的 最近在9月4日試了貨集 9月15日 也由他自己來試了貨集 當時這貨集的表現 標之銀河是跑過第一回 成績非常好 當時還要贏到魅力寶區 聖萬金 黃腳立 大千世界 這些實力馬 所以從這貨集 看到這隻標之銀河 其實很有狀態 表現 是很佳的 林英哥幾副 他是湧上來 飆上來的 這隻馬式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絕對是一隻不差的新馬 田太安基本上 都捉實他 完全是不放手的 總之一立了上手 就是他這樣 這次出賽 距離對騎 隨時贏馬都不出奇 初出色勝都不出奇 這次跑沙田 這三班草 你千二買 我又適合他跑 因為他外力贏千一 千二其實都適合跑 這次排做一檔 都非常合拒發揮 應該都挺好跑 所以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都選一隻新馬 來試一試 拼拼拼拼 弄一條嬌 買這隻 7號的標之銀河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怎樣買呢 會買到連贏及位置的這個彩詞 用這個彩詞去買分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兩匹馬 就可以了 這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這兩匹馬 再見 拜拜